國家可以這樣幹的嗎?我知道你們法律程序走完了 我現在都沒有你辦法,我直接訴諸民意 我們不允許財團勾結議會,詐詐國家的錢我不同意 然後這個案子你知道 在過去就已經議會有一些動作 為了這個,我還下令警察局每個月新裝的攝影機一定要觀察 而且還重翻 我說我也知道 這個3MG他們就可以多賺一點錢 但是我們還是採用最寬標準 如果真的需要3MG一夾3MG 但是我們做出來是這樣 平均起來就是85%的用2MG就解決掉 其實我跟你講,如果用比較寬鬆的標準,95都可以 這個是警察局自己在做測試 我還特別找ICT的專家 都是那種專家,我親自主持會議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說好,那我們就是一個折衷案 我們這個攝影機買了嘛 那如果可以2MG就2MG,真的需要3MG才3MG 好,就這樣 結果呢,議會給我弄了一個彈書 他說你要用2MG傳送的話,你只能買100萬數的攝影機 我跟你講,100萬數的攝影機要停產了 根本就開設也買不到 他這個彈書就是要逼迫我們去用3MG的傳輸數率 就這麼簡單 問題是如果用3MG傳輸數率 就明年新增的攝影機,一年要多900萬 如果我們被迫將來因此這樣 所以我們將來我們1萬4千支的CCT 那個攝影機全部要改成3MG 一年那傳輸費用 從2MG到3MG要多8千9百萬 8千6百萬 講錯 但是那是一年 這個攝影機在連續用10年了 8千6百萬10年是8.6億 這個當時他們在議會 政黨協商 你要知道我做事是很認真的 凡是在議會 審預算完 有簽到政黨協商有寫單書 回台北市政府逐條審查 我當時就看到說 我這一條 這條怎麼不是我們事先都已經講過了 有必要才用3MG 沒有必要用2MG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逼迫我們就用3MG 而且用這種文字來逼迫我們 所以我提出富裕 提出富裕的時候他們講說現在選舉期間 為了這個 我還故意把 向議會提出富裕的時間往後延 延到說你們選完可以回來開庭指揮 結果發生什麼事 就這樣呼嚨呼嚨就給他過去了 我柯文哲還沒下台 國民黨跟民進黨已經開始聯合起來汙錢了 這要浪費掉8.6億 要浪費掉8.6億 國家可以這樣幹什麼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們法律程序走完了 我現在都沒有你辦法 我直接訴諸民意 我們不允許 這種 財團 勾結 勾結議會 來詐取國家的錢 我不同意